AI產業一口氣 打開了晶片的需求 聽說市場傳言 OpenAI的執行長 叫做San Ultiman 他說要籌資7兆美元 錢怎麼來 可能會找中東的金主 然後要做什麼 要找台積電去蓋廠 找台積電去營運 確保AI的晶片 能夠供應無余 7兆美元 什麼概念 給大家一個數據 去年2023年 全世界整個半導體的銷售金額 5270億美元 截至2030年 也會成長大概到1兆 San Ultiman說 他要籌資7兆元 有人說吃人做夢 但是有人矚目市場 就有人追夢 冠青我們請您上台來 對於半導體設備 將會造成哪一些震撼性的影響 我想如果真的要籌 這7兆美元 說真的第一個 要籌資是不太容易 而且其實7兆美元 是一個什麼概念 除了剛剛柱華所提到之外 現在全世界的半導體廠 你把第一名交到第10名 你拿7兆美元去買 還有找 對 所以會不會講很誇張 這一點是說不定 不過也證明說其實OpenAI 甚至包括整個Ultiman 它的一個理想是非常非常的遠大 那當然這些我想可能會要配合 不管是台積電擴產 就是海力士擴產 大家留意到 今天在韓國的SK海力士 是創下歷史新高 他說7兆美元可以蓋350座的進元廠 對啊沒有錯 所以是很誇張 可是真的未來會不會有需求那麼大 我想其實說真的 不管是這個Ultiman 或是像以前的這個Meta的這個 這個祖克博一樣 他們很多東西都比你早看到10年 所以很難說是不是10年後需要這麼多 不曉得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想其實這一些 如果說真的需要這7兆美元 或不需要都一樣 事實上AI整個的一個需求 它驅動了什麼 驅動了半導體設備 事實上在我們今天是特別拿到 像這個艾斯摩爾還有威尼科創 還有不知道Towa 事實上不只這幾家公司 事實上大家不要忘記 昨天應該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科技股是跌的 但是應用材料公司 禮拜五漲5% 6% 對不對 當然除了硬材之外 其實硬材一直以來都是全世界 第一大的半導體設備廠 不過去年被一家公司趕過 叫艾斯摩爾 因為艾斯摩爾 上一季的訂單 竟增2.5倍 遠優於預期 那這個CEO叫溫彼得 不過這個是外國人 這不是台灣人 他說半導體已經渡過了 景氣循環的谷底 AI形成的一個所謂的 重大的驅動力 而且他說AI 怎麼樣AI開始的怎麼樣 要賺錢對不對 然後去年去取代硬材 成為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公司 不過兩個差別並沒有很大 而且老實說 這個艾斯摩爾有做的 硬材沒做 硬材有做的艾斯摩爾也沒做 所以如果艾斯摩爾好的話 硬材就會很好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再來東京威力科創 事實上過去 據名也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應該說 有人叫做東京電子 不過都一樣了 東京威力科創 他預期說今年會在各領域 廣萬復出之外 他說訓練AI的模型 他的晶片需求大增 開始要轉化成為營收 也就是說 簡單說賺錢了 沒有錯 不過過去只是說都要喊 喊了半天 可是怎麼樣 東西還沒賺錢 甚至這個設備都還沒買 甚至你看到其實慢慢在出貨了 所以這一些設備廠也要開始賺錢了 然後這家公司 你可能沒聽過叫TOVA 等一下跟大家做解釋 這公司是最近漲得非常 誇張的一張股票 今天是下跌沒有錯 不過TOVA的董事長叫做鋼田伯和 他說到了2023 2024年3月份 可望接韓晶片商 他沒有說是哪一家晶片商 所下的育20台的機器的訂單 要用於幹嘛 HBM 關鍵字來了 HBM 董事長 鋼田伯和 所以是日本廠商 這是日本廠商 他去接韓國的大單 而且這個據傳聞就是SK海力士 所以就是今天 創歷史新高的海力士 我們來看下一頁 因為我想很多人 可能沒有聽過TOVA是什麼 連我都是看新聞才知道的 這個TOVA是什麼公司呢 TOVA事實上最近喔 這一年的過去一年漲幅 百分之三百五十七 對不對 五年來漲了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三趴 而且說真的 他股本是很小 所以就跟台灣的這些 小股本的股票是一樣的 他在做什麼 他做半導體封裝設備的領導廠商 包括什麼切割啦 封膠設備啦 精密模具他都有做 而且呢其實前一陣子出現一個新聞 叫做說 在去年出現新聞他說 台積電小晶片封裝設備 要準備跟他買 對不對 要跟他買 那如果你還不懂這個 因為說封膠設備 老實說我們過去也跟大家提到過一張股票 我們先來看下一頁好了 就是這家公司叫做萬潤 我們是借用萬潤這張圖 來看第三次了 在這裡 就在這裡 叫做封膜填膠 這等一下再看 我們回到剛剛那張字卡 那我想呢 其實也包括這個TOVA之外 另外東京威力科創 漲比較少 因為他股本非常大 他是算是 這個日本的一個全資股 一年漲了47% 但是五年漲了585% 他是全球第三大的半導體設備商 剛講過第一大第二大 艾斯莫爾跟硬材嘛 對不對 但是怎麼樣 EUV專用的徒步 顯影設備 他市占率100% 就是說今天沒有東京威力科創的話 台積電也不用玩了 就結束了 就不用再 大家就不用在設廠 因為這個沒有人能做這些東西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也做什麼 石科 石科就是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石科 成績 洗淨這部分 他把全部加一加 這家公司的全世界的市占是百分之二十 又可以回到萬潤那張給大家看 石科在哪裡 石科是在這裡 石科在這裡 對不對 氣象成績嘛 石科 石科在這邊 石科清洗 你看這個剛剛我們看到什麼 徒步顯影 這是東京威力科創做的 對不對 成績東京威力科創做的 石科清洗部分 東京威力科創 還有包括像是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個紅塑在做的 那萬潤就做這些什麼 晶片取放啊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到 最多講到什麼 散熱貼合 這一波萬潤就在漲散熱貼合 不過其實萬潤也有做風膠 風膜填 講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TOA在做的東西 那我們回到這下一頁 事實上呢 事實上從這個TOA大漲 甚至包括這個東京威力科創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能夠相對應到的 這些設備類股 當然第一檔就是萬潤 萬潤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時間講了 因為講很多次啦 我會有所誤會 對不對 萬潤其實現在收盤是221 我第一次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股價100出頭 到時候就看過那張圖了 對不對 半導體的封測設備 他佔了百分之八十的營收 不管是台積電日月光 都是跟他買的 而且呢 COWAS的設備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剛剛那些3D Fabric 那個整個上面紅色部分 他都有在出 台積電日月光 也必須跟他買這些設備 那這一波大漲的最大原因是 因為其實那些設備 其實很多公司都有做 但有一個東西呢 他是獨家供應 就是如果接下來下半年 要出貨的輝達B100的散熱材料 他從這個矽膠改做 所謂的一個石墨烯 現在基台是他獨家供應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一月營收幀112% 因為下半年要出B100了 所以你要趕快去把這些東西進貨 那進貨來才有辦法怎麼樣 貼上他的一個石墨烯嘛 而且其實不只是揮達 因為現在包括伯通跟邁威爾 他們也在急起直追 他們現在也是用萬潤的基台來做驗證 所以你看到除了這之外 我們剛講的其實萬潤剛有一個東西 我們剛上一頁那個字卡 剛才上一頁字卡 這個東西來了 叫做風魔填膠 這個就跟TOA 不能說完全一樣 但是漲得很像 對不對 填膠部分 其實TOA有辦法這樣漲的話 事實上大概也證明說 其實萬潤漲好像 沒有不是沒有道理 對不對 那當然這一檔股票 你說很貴沒關係 我們選到一檔比較便宜的 不過最近漲很多 漲很多不好操作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K線好了 我們先看一下K線好了 因為過完年之後漲停 今天衝上去創新高 出大量 對 但是我認為還可以買 怎麼說 我想可能不要說 你保保守一點 你等稍微拉回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保守的話 為什麼可以買呢 因為它跟TOA更像了 它是國內首推全自動IC風交機 這個東西是誰在做 日本做最大的就是TOA 所以呢 這個當然海力是不是買 這個全自動風交機 我是不知道啦 不過均豪有做 對不對 而且除此之外 均豪是跟智盛 還有均豪這三家公司 組成所謂的G2C Plus的聯盟 而且其實老實說 如果同學有興趣看到 均豪的創始人叫做葉勝發 他是臺灣的IC風裝設備的教父 他退休了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什麼執行長 或董事長全部交給 都交給這個經理人去接幫了 對不對 而且在過去 他跟東芝去核資 一家公司叫做華東半導體 這個華東半導體不是今天掌停板那個8110 那個是那個叫華東科技 那個是做記憶體的 他這家華東半導體 現在是被均豪併進去了 他是供什麼 供年金 職球電鍍跟漢線 我特別把這三個給貼出來 原因在於哪裡 不管是年金 不管是職球電鍍 不管是漢線 我們國內自製率都在個位數 所以他有他相對的優勢 所以你看到這個 其實這個東西的自製率也很低 大概我記得沒錯的話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這些這三個東西 這是怎麼樣 是完全是個位數的 基本面這麼多的獨家 但是就已經連漲三天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那麼保守 你就買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保守一點 你等拉回來買 甚至不只是均豪 我們來看一下均豪的母公司 我們看2467的這個智盛 智盛最近股價也很強啊 今天也創新高 但是我跟同學講他長得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在整個的IC封裝設備裡面 其實不管是均豪 均華 或者包括智盛 或包括華東半導體 他們所佔的地位 剛好都是台灣所需要的地方 之前是在考PCB PCB你做好之前 你要先封考 對不對 然後現在怎麼樣 考半導體 大概從2020年開始去智盛 大幅度的買進均豪的池股 就是為了要切入所謂的半導體領域 所以這一段 我覺得長得是非常的合理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保守一點 你等拉回來嘛 但是如果你不保守一點的話 說真的 因為這烘烤機需求也是非常大 而且烘烤機自製率也不高 是說沒有剛剛這個華東半導體 那麼厲害 這自製率都個位數 這烘烤機自製率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還有大概有四成五成左右 對不對 所以這個需求是非常的大的 OK 好 這是均豪的母公司 叫做智盛 同樣半導體設備艙 為什麼看好公準 那我們來看公準 公準很有意思 公準其實這個公司很小 股本很小 你去看就知道了 但是我們先從這句話來講 叫露竹新廠本季投產貢獻營收 2020年有一則新聞 就是他露竹新廠動工 結果有很多大廠來站台 其中呢 印財跟艾斯摩爾都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印財 他是這個印財跟艾斯摩爾的 主要的合作廠商 他1997年就打進印財 他2007年就打進艾斯摩爾 而且現在艾斯摩爾是佔比 是比印財要大 那再以去年來講的話去年第三季的話半導體再佔六成營收 今年可能會佔更多 他主要做什麼 晶圓製造設備曝光機 還有電子素的零件的一個這個零件 對不對 然後我們我們看這K線圖好了 事實上禮拜五是漲停板 所以我說真的很尷尬 禮拜五漲停板要怎麼辦 對不對 還好今天沒有再漲停板 這漲停板的話我們今天不講了 那這邊我認為也是一樣 拉回可以做留意佈局 因為其實今天市場市場有傳聞說 他今年的艾斯摩爾訂單 接的接的比去年更多 大概市場傳聞 他說再接了在三千萬美金左右 那其實去年可能大概再接 接大概這個的一半 一半甚至一半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看到其實當然說真的 過新高做反而是沒什麼壓力 我問一下 今天拉了個上影線 有沒有機會這一波複製之前 從八十幾塊漲到一百二十塊錢 我覺得很有機會 事實上投資朋友有興趣去看一看 艾斯摩爾的股價漲什麼樣子 這真的是嚇死人 我們看艾斯摩爾的股價 艾斯摩爾真的是一路的大漲 再縮小一點來看 對他是從多少 三六三漲到多少 九五四 他也是漲了兩三倍的股票 而且這個不只艾斯摩爾 事實上我們剛剛有提到像什麼 TOWA 我們看到TOWA怎麼走的 這TOWA的股價說真的 TOWA的股價也是更誇張 你看到其實從錯 兩千三百四十五 漲到八四八七四零 所以老實說你剛剛看到 這些什麼智盛啊 均航這些漲法 好像真的沒什麼 對不對 然後我們回到剛剛的一個字塔 那最後一檔 我們其實我們談過的這個紅碩 紅碩股價很高 但是我認為他還沒漲完 原因在這裡 我們過去講過很多次了 他是國內半導體 施智成的設備龍頭 什麼叫施智成 就是什麼石科啦 這叫施智成 然後去年第四季開始 自治設備交集 因為大概六月份 五月份的時候 台積電跟他下單 就要做COAX的施智成的設備 那今天要講的是這一個 叫做美光HBM破產 採購他的後段設備 這個沒這麼快 很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事 我們剛剛講 其實我們就過去跟他講過 紅碩的這個自治設備啊 做一台大概要六個月到九個月 所以呢 現在才去年十二月份 傳出說 他是寫說是美系的記憶體大廠 美系記憶體大廠就那麼一家嘛 就美光 韓國還有兩家可以拆 對不對 美系的記憶大廠呢 這HBM破產 去買他後段設備 所以這部分很可能是 下半年的主要重點 當然你可以看到 其實一月份一收集的年增率 都沒有像這個什麼萬潤 萬潤一百一十幾%那麼誇張 對不對 這個均豪也是成長很誇張 但是你可以知道 這個706元好像說真的 高貴不貴啊 來看一下紅素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來看好了 事實上700 應該說前波來到700多塊之後 是整理了非常久一段時間 可是這一次怎麼樣 順利突破之後 該小不度拉回 所以如果說配合著 今年下半年的HBM的基台 開始出的話 會不會像Towa一樣這樣子 一飛沖天 我覺得倒是值得去攜帶的 了解 好 謝謝冠軍 請先回座了 不管到底 St.Ultman是不是能夠 籌到這七兆元的資金 真的籌到了 對於未來半導體的設備大廠 持續的蓋場 誰將受惠 Towa是這一次冠軍延伸議題 非常重要的主軸 相關的概念股 用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稍 回來在今天高價股休息了 有一些大型股休息了 把舞台讓出來給低價股了 別說生命沒後悔 哪一些低價銅板股 現在響叮噹 休息一下 玉堂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獎金 獎金 保留 by bwd6